haircut conspiracy 哈嘍大家 午安大家下午好 歡迎收聽 Kw請 今天是2024年8月14號 台北股市在 在反映的是昨天的一個美國的PPI的一個數字公佈之後 那其實美股的反應很不錯 呈現一個你可以說是一個漲博還不錯的一個大漲的格局啦 那台北股當然就是順勢就開高上去了 那所以延續了幾天的量縮之後 那PPI公佈之後市場給他一個偏多的回應 這是好事情 這是好事情 因為今天量也放大了嘛 那問題是就是說你回到極短線來看 因為今天開高上去之後他去挑戰的是這一波急跌急殺之後 第一次 第一次來去測試 上檔的比較比較算是比較大一點的壓力區 就是所謂的一個月均線 加捐指數指數部分去挑戰月均線壓力是第一次反彈上來之後第一次挑戰 那因為是反彈上來第一次挑戰所以呢通常會怎麼樣 初次見面 尊重他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兩天 在月均線這個位置能不能夠站穩 先不預設立場 你就是讓看看指數怎麼去尊重他一下 那既然要尊重這個壓力區 那就怎麼樣 可能會出現一些 上衝下襲啦 震盪啦 衝上去又被打回來啦 類似這種現象 但是 你不用想太多 那基本上 還是要成交量 再來一次喔 還是回到我前幾天講的 就是要成交量 那成交量不能夠爆量 就是你溫和你要增量 你要有量回來 你們如果你一直都沒有量 漲也沒量 跌也沒量 那你就要注意小心 我PBI公佈了 也沒事啊 沒股大漲啦 你怎麼還是沒量 那你就要小心 就要了解的意思 所以量它是直接反映了市場的回饋給你說 我市場現在在想什麼 一直沒有量你就要想 那市場在想什麼 對不對 所以量很重要 好那接下來呢 像是今天 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又是變 變成另外一個變數 所以也搭配了會讓市場 還是有人會想說 那我馮高 我先減碼好了 因為今天晚上又有一個新的數據要公佈嘛 但是基本上我們認為 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數據 基本上他們不會有太大的一個 變數 我們是這樣看喔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那就是 持續看反彈格局不改變 好不好 那 在這種格局之下 我在上週 今天提醒你 進入這個 這個禮拜的下半週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 有些標的 可能會陸續給你 撿便宜的機會 你可以開始進場佈局的機會了 那所以今天禮拜三開始 其實 我們已經開始通知 陸陸續通知我們的客戶 什麼樣的標的 哪一檔標的 還有什麼特殊的 的題材 想像空間在哪裡 特殊的利基 關鍵點在哪裡 那現在 已經進入了轉折區塊了 準備 被點火就上去了 已經開始佈局了 所以從今天開始 又有新的標的 要 開始佈局了 所以其實我們一切 你會發現 我們都按 暗表操課 不要亂做 不要臨時期 我今天看到指數大漲 我想要買股票 不是 上週我就跟你講了 本週其實 我們規劃的進場 是在下半週陸續出現 這個跟大環今天漲200點 漲300點是無關的 因為上週我們就先 先已經規劃好 在這個禮拜的下半週 好那買什麼 你說那老師 你們今天最新的是 鎖定哪一檔 買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跟你分享 好不好 我們先講我們 之前的 我們給我們的 小資族的家族朋友們 給他們的標的 是什麼標的 那到今天你看 兩檔都漲停 我們給我們小資族的 好朋友 家族成員裡面 兩檔都漲停 而且這兩檔 都是在8月初 指數在下殺的過程中 我在節目中 我都先跟你預告的 我已經講過 我說 就是有時候投資朋友 很可惜 就是你會被 加權指數 指數在殺的時候 會影響你的情緒 反正指數在殺 我先不買股票 因為我覺得什麼都不能買 一般人是這樣思考 可是問題是 我一直給各位觀念 可是給你這個觀念 能夠真的接受的人 相當有限 我在台北股市 我們從交易員出生 什麼行情我們都看過了 那其實我建議你 最難克服是人性 在交易這麼多年的 一個經驗累積的過程中 我深深有感而發 我感觸很深的就是 人性 這個是最難去改變的 那這個跟 你說我們操作很多年有經驗 什麼的 我跟你講 有些人做10年20年 他還是很難去克服人性的弱點 大盤跌1000點 你跟我說有股票趕快注意 可以準備買了 你根本毫無興趣 一般人是這樣 大盤跌1500點 當天你跟我說 老師可以買股票 真的嗎 沒有人會想 沒有人會 在跌1000點的時候 2000點的時候 去想這一塊 可是問題是往往 有特殊利基的標的 他的轉折位置點 卻在那個時候浮現 所以你說這個市場有沒有去 其實他很有趣 只是一般人呢 沒辦法克服自己的人性弱點 好 那沒有關係 你持續 持續聽我的節目 持續看我節目之後 你會發現 你就慢慢的去 被我影響到之後 你就發現 你慢慢的 不會那麼有情緒化交易 你就不會慢慢的 不會那麼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 加捐指數大漲大跌 你的情緒變化很起伏很大 你就慢慢的發現 你會用一個 跳脫出來 在高處向下看的那種格局 去看待整個市場 交易狀況 那你 你會發現 你的格局 儘管你的資金 一定是小資主 可是你的格局已經放大了 那你就準備邁向成功之路 好不好 大家加油 來 我們先看哪一檔 我們先看我們的 值得二號 好不好 值得二號也是節目中 我跟你預告 我說這家公司 他 因為 來看一下值得 你看值得的黑線圖 我們賺了多少 在這裡買的 在這個位置買的 這是轉折位置 對不對 這種位置 誰會去想買值得 沒有啦 因為沒有漲的股票 沒人會去看 可是我們買了 值得 當時我跟你買 我跟你說 買值得的時候 我一樣有暗示你 提醒你 有沒有 邀請你 我說什麼 我說值得是什麼 值得是微型機器人 微型機器人 結果當時有聽到我講微型機器人的這些投資朋友們 有很多人來了 然後賺錢賺了 賺到了 也有更多人 還是到現在 還在聽節目 他認同我 可是他可能就是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或者過去有受到什麼傷害比較重的 他會 比較小心謹慎 這都很好 反正這個市場 我跟你講現在很多 網路啦 好 很多媒體什麼 衝刺的詐騙的東西 你謹慎小心 本來就是應當的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但是我說我們做這個節目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跟貴 事前去做預告動作 你說你有辦法當人家賺錢 你說你有辦法拉 拉小隻竹一把 那你做給我看啊 那我要怎麼做給大家看 我事前先提醒你 我們在注意什麼 事後你回頭一看 當時我們先預告 而我預告微型機器人的時候 那個值得159月值得在哪裡 在這裡 你現在回頭去看值得在這裡的時候 我給你預告的 所以你說我60塊做到現在快120 你說這一倍的獲利 是不是真實的東西 這一倍的獲利是這樣拿的 然後結果你卻發現在已經漲到100多塊的值得的時候呢 市場開始很多分析師 開始叫他們的會員去買值得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就發現了 什麼樣的節目 不值得你看 不值得你再聽 而什麼樣的節目 永遠領先先預告 值得你信賴 我說我會幫助你 而且我要幫很多很多的小資族的好朋友 資金不多沒關係 最近我有感而發 因為最近常常來公司 電話撥進來之後 那 陸陸續續很多 這一陣子受到傷害的 投資人 都是 小資族 所以我最近我說 我要針對很多資金不足100萬的 100萬以內的小資族投資朋友們 我要給你們 幫忙 所以最近我都在 積極的根貴報告 我們有提供所謂的一個 小資專案有沒有 小資族專案 那 其實就是為了 最近 其實我有時候做很多事情 就是因為我當時 遇到什麼樣的 狀況 我就會去做 我就會去做一些 我想做的事 了解有人都知道 我會做什麼都是因為我可能 可能當天 或者是那個禮拜 我可能 曾經遇到什麼事 我想一想之後 我就覺得我想要去做 因為那個事情發生 我想要去做一些 一些改變 譬如說 最近我說 你看行情下來之後 遇到很多人來公司 尋求幫忙的 其實都是小資族 資金都不多 100萬以內 所以 你可以發現我從上禮拜開始 我就好 那我們就先針對 資金不多投資朋友 給你一些正確的觀念 然後 告訴你 我們這邊也有很多小資族 我們這邊的會員 也有 超過六成以上 據我所了解 超過六成以上 都是資金 100萬以內的小資族 我先提醒你 小資族人數很多 但是 重點是 資金 真的不是賺不賺錢的關鍵 所以我會 不斷做給各位看 然後呢 我才特別 給各位小資族投資朋友 給你一些 所謂的一個 小資專案 有沒有 小資專案 其實有撥電話來 有進一步了解的 一聽就知道 這真的是 完全就是為了幫助小資族 因為我說過 我絕對不會給你 報名錄會 你要加入我們 然後我還給你設一個高門檻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 會讓你覺得先加入都已經有壓力了 更不要說要去操作 有沒有 我連加入都有壓力的 我怎麼操作 我是小資族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幫助小資族投資票 讓人家加入的過程中 你要讓人家感受到 很輕鬆 非常的非常的輕鬆 不會有壓力 輕鬆加入 然後呢 跟著操作 耳後賺錢 我們可以長期的合作下去 真的能夠幫助到小資族 所以我設計的一個小資專案就是 其實真的是很有誠意 有來問過都知道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待會再聊 我們 先講 值得 好 那值得已經漲一倍了 對不對 好了那到8月 漲一倍之後 後來我在節目中跟你講什麼 我說有一檔標的來 其實資料 我都在這邊啊 我就跟你說 有一檔標的啊 他跟值得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不對 我是這樣跟你講的 我說因為他的下半年營收也要開始向上復甦 這個跟當初我們講這個微型機器人的值得是 一樣的 下半年 重點在下半年的營收 然後呢 他又接到馬來西亞就是東南亞的一個新的合約 預期也在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會開始有些貢獻 然後又接了一些所謂的一個 新人員的相關的一個訂單合約 這些都在下半年慢慢的看到看到開花結果 好 那 所以我說他跟值得很像 所以我才跟你說 那基本上我們就暫時先叫他值得二號 值得第二 那有興趣的你可以趕快來報導 加入我們 然後我跟你說了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籌碼面上面 籌碼上面我 我說過我從4月開始去看這檔標的 4月開始追蹤他 4個月的時間 你會去追蹤一檔標的 追蹤4個月都不出手 可是你要準備出手的時候呢 真的骨架就噴上去了 今天的這個 4540的 這個全球傳動是不是又漲停 本坡第4根漲停的 我們的全球傳動 我們給小知足的朋友們 已經頂今天第4根了 所以你看 大盤在下殺的時候 你明明就有聽到節目 你明明就有看節目 我跟你說我們要來做值得第二 值得二號了 可是你放掉了 為什麼 因為指數在殺 殺了1000點2000點3000點 我已經對後市完全看壞看空了 我不相信有什麼股票 會在這個時時時刻 開著反轉起漲點火上去 我不相信 結果你今天回頭一看 蛤 值得二號今天又漲停 全球傳動 第4根漲停了 你看 我們看到電腦畫面 來 我們看電腦畫面 來電腦畫面 上面顯示什麼 我已經給各位看過了 有沒有我說我從4月開始追蹤 全球傳動 這是全球傳動的K線圖 4月開始追蹤它為什麼 因為來看畫面 游標顯示這個位置 柱狀圖有沒有 連續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連續六天有 異常的 籌碼進來 第1波在4月出現 第2波 在6月出現 第3波也是在6月出現 最後一波 在7月30號 有沒有 節目中我都念給各位聽 從4月開始追蹤追蹤追蹤 等待 追蹤等待 追蹤等待 到這一次8月出 指數開始下殺 它出現的 點火的條件 確認 所以呢 我們開始通知你 可以開始買囉 可以開始買囉 但是有幾個人 真的跟著來買 小資族要加油 我都盡量預告給各位聽了 邀請你來 那有來的 這些小資族投資朋友 我們等一下再來頒獎典禮 有來的我們等一下再來頒獎典禮 很開心 因為今天又漲停創高了 從這裡開始 30幾塊喔 454點傳球團隊 我們在預告的時候 在買的時候才30幾塊 到今天已經快50塊了 快不快 很快喔 4根漲停 今天群流傳統又漲停 來我們回到這個畫面 全球傳統 看畫面囉 今天 又漲停 第4根漲停 第4根漲停 大家都很棒 大家都要繼續加油 小資族最棒 小資族加油 我會繼續帶著 我全體這麼多的 小資族的家族成員們 繼續在台北股市 賺到我們該賺的錢 實實在在該賺的錢 被我們賺到錢 我們放到口袋之後 我們就不會再拿回來 吐回去還給市場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下一筆的交易 我們一樣會這樣做 一樣繼續賺 來 我們接下來公佈一些 我們目前的成績單囉 所有的小資族投資 我就舉 我們這邊 你資金100萬以內 我們的小資族投資朋友 針對全球傳動 值得二號 有人買42萬 到今天第4根漲停 42萬賺15萬9 有沒有超過薪資 所得 有沒有超過你一般人的一般平均的薪資 一個月4萬5萬 早就超過了 42萬買的人 今天賺15萬9 有人66萬買 全球傳動 今天賺25萬 有人62萬買 全球傳動 今天賺23萬5 有人37萬買 全球傳動 今天賺14萬 有人35萬買 今天賺13萬3 有人58萬買 可以賺22萬到今天 有人48萬買 今天可以賺18萬2 有人56萬買 今天可以賺21萬2 各位 這些都是 小資族 四十幾萬 六十幾萬 三十幾萬 五十幾萬 四十幾萬 五十幾萬 那平均都可以已經 獲利多金超過十幾萬到二十幾萬 都已經開始超過他們每個月平均所得 所以當你的資金有限的時候 你再把資金拿去分散買個 八檔十檔 你覺得那樣對嗎 當然不對 你一定要把資金集中 在針對對的標的上面 趕快提前去卡會布局 那麼 這個標的一點火上去 你看 這些投資朋友 都是小資族 跟你一樣的 一樣啊 他們也沒有特別的 特別的 跟你說 他們有特別的 不一樣的地方 沒有 都跟你一樣 大家都是小資族 都上班族 對不對 分佈在各行各業 當然也有一些是 長輩朋友 可能退休的長輩朋友 也有 也有家庭主婦 每天都在家裡的家庭主婦 他沒有上班的 也有 我們大概都知道 可是這都 大家都都是小資族啊 資金都不到一百萬啊 可是一檔股票都賺十幾二十萬啊 對不對 我還是講一句話 大家加油 不要放棄 方法對了 接下來 結局就會不一樣 大家加油 好 再來 值得之後 我跟你說值得二號 全球傳動 今天又漲停第四根了 然後呢 8月初 8月2號 我拿這張字卡跟你講 記不記得 8月2號 我拿這張字卡跟你預告 我說這家公司怎麼樣 他產品切入了高階封測 我這邊都有寫 他產品切入了高階封測 有沒有 切入高階封測 我這邊寫 他是什麼 8月 注意 他是月轉折 8月注意 這檔股票 進入月轉折 什麼意思 就是這檔股票進入8月之後 會準備向上轉折上去了 結果8月初 8月2號我在講的時候 你卻看到 價錢指數 指數在殺 那怎麼辦 所以我當時在講這檔標的的時候 你會感興趣的人 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我說了 情緒 人性 如何跳脫 不要被當下環境 而改變 其實那個 那個才是真正一個 成功的操盤手 應該具備的先天條件 你要跳脫出來 看整個面 你才會是大贏家 那是格局 格局會 決定你最後贏的機率 所以當時我8月2號給你預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還跟你講 他有兩波的買盤 兩波的 有沒有 你自己看畫面 是不是這一波 這第二波 來 第一波是5月14 5月15 5月16 一場籌碼進來 第二次是7月23 7月26 729 730 731 連續5天的一場籌碼進來 然後到8月2號的時候 我再跟你說 注意月轉折快到了 你要趕快買這個標的 因為這家公司它的產品 它切入了什麼 高階 高階的封測 那 未來它會成為是 我們知道半導體高階封測的核心原料 這家公司我今天正式公開 因為今天已經是 第二度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都第二根漲停的 再不公開 就不夠意思了 對不對 來 今天來 再來公佈一個新的成績單 3645的達麥 今天漲停了 3645的達麥 今天漲停了 它的主力產品是什麼 Pi Pi可以應用在哪裡 折疊手機 對不對 汽車相關的 領域 都很多有 但是我說 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 它最新要朝哪裡發展 朝高 半導體高階封測的核心原料去發展 這個很重要 它是誰 它是3645的達麥 來 這個畫面 因為字體很小 你可能看不清楚 這裡有寫 達麥 你可能看不清楚 沒關係 達麥 有沒有 我都先講 值得微型機器人 我也先預告 然後值得2號全球傳動 我也先預告 然後呢 到8月2號 我再次提前預告 這Pi的什麼 達麥 我都先預告 到今天達麥是不是就漲停 一大早就漲停鎖了 今天 我們來公佈一下 我們的最新的成績單 達麥 這些小資族 我給你們什麼 你們得到什麼 我們是最棒的 最幸福的 來 有了33萬 33萬買達麥 賺6.6 6萬6 67萬買達麥 賺13.4萬 54萬買達麥 賺10萬8千 48萬買達麥賺 賺9萬6千 59萬買達麥賺 11萬8 42萬買達麥賺 8萬4 36萬買達麥的人 可以賺7萬2 61萬買達麥的人 他賺了12萬2 46萬買達麥的人 賺9萬2 53萬買達麥的人 賺10萬6 都是小資族 他們沒有放棄 他們改變做法 他們相信專業才是最重要的 他們相信不要去追熱門股 不要亂追亂搶 這熱門股 他們相信在低檔去佈局轉折區 準備點火啟動標的 是一定會成功的 他們做到了 小資族 是最棒的 小資族只要當你願意改變 你就會成功 好不好 不管還有大量 有沒有 不管是大量啦 不管是這個達麥啦 不管是這個 全球傳動啦 不管是值得啦 每一次我都先講 先預告 我會繼續努力幫助各位 小資族也好 你不是小資族也好 需要幫忙的 你都儘管來找我 但是 當前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一群小資族 需要幫忙的 請你 請你把手伸出來 那我給你 我的誠意是小資專案 我的誠意是什麼 是自己看清楚 你自己看第3行寫什麼 只要是小資族 我給你這麼大的服務 這麼大的優惠 來 聽管播的 看不到畫面的 我直接念給你聽 最後10秒鐘 一個月 小資族專案 一個月 我幫你喔 小資族專案我幫你 你說會不會有壓力 不會有壓力 一個月 只要幾千元 一個月只要幾千元 你是小資族 你會有壓力嗎 然後一檔股票 一檔股票下去買個30萬 40萬 50萬 都可以賺到10幾20萬 你說會有什麼壓力 關鍵是你願不願意改變 只要願意改變 我願意幫助各位 而且你看看我多有誠意 就知道 我是不是要來幫助你 小資族加油加油 好我們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最幸福的 我們加油 趕快撥電話 我們明天再見囉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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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普通